大家好 今天塞罗和贝利亚要来进行变形弹的大作战啦 上一回贝利亚的凯撒贝利亚被打败之后 他说要来派出更强大的变形弹 那他会派出什么呢 贝利亚这次派出的是动物变形方块的合体机器人 先来把零号方块变形一下 零号方块变成了身体的部分 这是他的头部 组装上头部之后 这是一只老鹰 二号方块是一条鲨鱼 三号方块是一只熊狮 动物方块们要来合体了 狮子变成了角 鲨鱼变成了身体 最后再把老鹰的头部装上 贝利亚派出的动物战队就合体成了一个机器人 赛罗奥特曼拿出了一号电池 这是八王龙的电池 赛罗奥特曼派出的是恐龙战队的合体机器人 它们要来进行合体了 变形弹的大作战要开始了 它们哪一个更厉害呢 首先是动物战队的机器人发起了进攻 发动盾牌 盾牌被打掉了 发动尖刺攻击 恐龙战队打倒了动物战队 动物战队又来发动它的必杀技了 发动加龙炮 恐龙战队被加龙炮击倒了 恐龙战队又站了起来 剑龙攻击 这次的大作战还是赛罗奥特曼的恐龙战队比较厉害呢 希望贝利亚下一次可以拍出更厉害的变形机器人 那你们更喜欢哪一个机器人呢 可以在我的视频下方留言 下期再见 拜拜